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个月大甲妈祖绕境结束 许多信徒虔诚地走完全城 但有一名男子在庙里面烧香拜拜 被烟熏到眼睛后又过度揉眼 导致脚膜受伤痛得他睁不开眼 收治病例的台北慈悸医院眼科组织医师蔡明玲表示 这名50多岁男子左眼角膜曾被夹人的指甲刮伤 又因4月参加大甲妈祖绕境时 参拜了许多庙宇 因为庙宇中香烟弥漫刺激到他的眼睛 他便过度揉眼造成他左眼视力模糊 泪流不止完全睁不开眼睛 经眼底荧光摄影检查发现 男子左眼角膜有一道长0.3公分的破皮伤口 虽然破皮尚未发炎 会烂但病情人数严重因此才出现剧烈不适 第一个的话里面的话就是很多烟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他要找拉主 他要很认真下来找 然后一般人的话一般我们人在讲话的时候 10秒钟眼睛就会眨起来 有的人看东西他看得很认真 看得很认真的话你不会去眨眼睛 然后你不会去眨眼睛的话他的那个 角膜没有办法受到那个泪水的滋润 皮就会掉下来 蔡明林说一般角膜破皮 治疗约需3天时间 但该名男子左眼角膜破皮严重 除彩抗生素药物治疗外 更用纱布压迫性爆炸眼睛 强制闭眼休息 约治疗5天后 左眼不适症状缓解眼睛才能慢慢睁开 蔡明林强调如果眼睛角膜有破皮病史 再度破皮机会会比一般人高两成 角膜破皮常见原因有 被指甲刮伤 工作时被异物砸伤 或因眼睛干涉裹毒搓揉 蔡明林提醒到妙与拜拜最好远离香烟 从事危险工作最好佩戴护目镜 以保护眼睛角膜避免受伤 三种眼科主任呂大文也说 眼睛角膜破皮原因除外伤干眼症外 最常见的就是戴隐形眼睛的时间过长 造成角膜缺氧并在摘取过程中 造成角膜破皮 因此医师建议戴隐形眼睛时间以8小时为限 摘取隐形眼睛前也可先点人工泪液或生理食盐水 湿润角膜以防破皮 点不开 好焦虑喔 谁帮我解开一下好不好 真的要苹果啦 加入好评语会员 只要用脸书或是Google账号就你一键注册 也可以用电话或email注册 现实免费 快来注册苹果新闻网 趁现在免费 赶快订阅苹果新闻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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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